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她的美丽 就月君卓看来 以东梅的相貌比起赵雅芝还要好上一两分 啊 医生说 外伤虽然严重 但内部没有受到多大伤害 最多啊 有些脑震大 需要观察几天 没有异常反应就能够出院了 义婶终于放下了担心 催促月君卓回家 月小姐啊 天色不早了 你回家休息吧 老义 你送月小姐回家 不用了 月君卓拒绝 一定要的 一定要的 义婶和义大叔都很坚持 港城的晚上并不安全 最终 月君卓将义山和义水两兄弟也喊上了 给了出租车司机足够的车费 让司机先送他回家 再将父亲三人送回调警领 第二天 义婶一大早就来到月家给月君卓做早餐 他脸上带着笑意 告诉月君卓 义东梅已经苏醒了 月君卓吃过早餐 出门前往无线电视台 无线电台总部 位于九龙堂广播道77号 另在钻石山兼程片场 设有露营场拍摄节目 月君卓走了几步路 就到了无线办公大楼 方梦华早已经拟好了合同 就等了月君卓来签 月君卓看了看合同 没有不合理的地方 爽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金针玉念 这个名字起得很有深意啊 方梦华接过月君卓 递过来的手稿 带着期待翻开第一页 月君卓喝着咖啡翻着杂志 他早已习惯了 等待中自己打发时间的行为 方梦华只看开头 就被剧情吸引了进去 无线拍摄的电视剧很多 但大多是武侠剧和现代剧 像这种勾心斗角的电视剧真没有 方梦华看到这本剧本 就如同当初看到上海滩的剧本一样 他能够预料此剧本已拍出来 绝对会成为第二个上海滩 月小姐 你不愧是最会讲故事的小说家 方梦华放下手稿 激动地道 我出五万元 买下这个剧本 五万元在这个时代算不少了 无线自己公司的编剧编写的剧本 根本得不到这么高的报酬 月君卓看到了方梦华的诚意 好啊 方梦华立刻又开了一张支票给月君卓 兴奋的道 我立刻安排人准备拍摄 月小姐 如果不忙的话就多留一会儿 我把监制介绍给你啊 月君卓点点头 对此无所谓 不过多认识一个人多挑人脉 而且认识了监制 等金针玉孽拍摄的时候 他就有名义前往拍摄现场探班 说不定能见到几个未来的大明星 方梦华打了一个电话 过了几分钟 一个老人走进了方梦华的办公室 他后面还跟着一个三十岁左右年轻男人 叶小姐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无线的老员工 大功臣王天林先生 王先生您好 我看了您拍的射雕英雄传 非常精彩 经典 岳君卓急忙跟这位老先生打招呼 老先生的名字 虽然后世的人知道的不多 但他儿子的名字 确实大名鼎鼎 港城著名的大导演王晶 王天林是邵氏的老员工 把大半生贡献给影视业 并且培养了许多精英幕后工作者 包括儿子王晶 徒弟则有杜琪峰 林领东 林德路 电视监制潘家德 与刘诗玉等 其指导的八三版射雕英雄传 影响了好几代人 成为电视史上的经典之一 天林啊 这位岳小姐是大争知识的作者 如今写了一部叫做《金之玉念》的片子 我想让你担任兼职指导 王天林也看到大争知识 当时的想法就是 把大争知识的电视剧改编权 抓到自己手中 由她进行指导 可见 她对大争知识的喜欢和看好 想不到 方茉华给她这么一个惊喜 不但找到了大争知识的作者 还拿到了该作者的另一个作品 让自己指导 她相信 能写出大争知识这样精彩的小说 其作者的另一个作品 应该不会让人失望 没想到 大争知识的作者 是这么年轻的一位美女 王天林握住岳君卓的手 岳小姐 我对大争知识很感兴趣 能不能把这篇小说 交给我来排成电视 方茉华笑了 老王 你说晚了 我已经将大争知识的小说改编权 签下来了 王天林立刻瞪向方茉华 方茉华投降 放心 等剧本完工后 一定找你监制指导 王天林这才满意了 结果方茉华递给他的剧本看了起来 方看了两页 就被吸引进去了 把跟他一起来办公室的年轻人 丢在一旁 年轻人拘谨地站在一旁 手脚无处可放 方茉华没有为难年轻人 指着沙发道 坐吧 你是老王的助手 虽然方茉华是无限的老大 但并不是所有员工都认识 年轻人立刻挺直腰 回答道 我是编剧部的七级 我师父安排我 跟在天林书的身边 学习一段时间 方茉华好奇 哦 你师父是谁 岳君卓在心里面 替其回答 他的师父是韦家辉 今天是李鬼撞上李逵了 七奇艺可是金针玉孽 本来的编剧监制 七奇艺 1976年加入无限 金牌监制 天地男儿 天地豪情 创世纪 这些时装商战剧 就是他所监制的 奠定了他商战剧 大统领的地位 他的作品承接了师父 韦家辉的风格 又有所创新 剧中人物线索众多 情节错综复杂 且往往主题沉重 承载着太多的东西 令人深思 不是一般的肥皂剧 所能比 七奇艺惯用的悲剧结尾 也令他的剧 在团圆为主的港剧中 独树一帜 堪称 绝不让你好过 几乎每一部作品中 无论是有几个男一号 女一号 终究会有一个或几个 甚至全部 沦为他的牺牲品 比如 《创世纪》中的 许文彪 岑颖心 妙手人心中的 唐兹李 叶桃 金之玉孽中的 孙白杨 玉莹 在他的眼中 大团圆结局 就意味着 失败的告终 王天龄看剧本的 速度很快 放下剧本后 他连声称赞 跟方孟华一样的看法 绝对能够赶超 上海滩的成绩 老王 这可是你说的啊 这部戏的所有事宜 我全部交给你了 希望你最后 能给我一份 亮眼的成绩 方孟华道 王天龄 自信满满 我绝不辜负 这么好的剧本 岳小姐 我明天就对 金之玉孽进行选决 你对演员 有什么要求吗 王天龄问岳君卓 岳君卓摆了摆手 我相信 王先生的眼光 那我就自作主张了 王天龄笑着 对岳君卓释放善意 欢迎岳小姐随时 去我们片场参观 有不足的地方 随时指出 好啊 岳君卓开心地应称 她还没有现场 看过拍摄呢 岳君卓谢绝了 方孟华和王天龄的 送客之举 一边走 一边参观着几十年后 不存在了的 无限大厦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家垃圾桶 通古代 岳小姐 听到有几分熟悉的声音 岳君卓回头 看到刘德华 微笑地走了过来 岳君卓 心里有点小激动 刘德华呀 竟然主动招呼自己 不过他挺惊讶 他和刘德华 只见了两次面 说了几句话 不算熟人吧 啊 刘先生 岳君卓笑着打招呼 刘德华听的这声招呼 眼睛更亮了 岳小姐竟然记得我 岳君卓笑 刘先生如此英俊 自然让人记忆深刻 刘德华很开心 岳小姐同样很满意 而且才华横溢 你知道吗 我是你小说的忠实读者 大征之事写得很有趣 我每一章都不落地看了 而且将刊登了小说的 名报收集起来 不过太麻烦了 岳小姐 大征之事 什么时候能出单行本呢 嗯 已经在筹划中了 等到报纸上的连载 全部完结 就能够出单本小说了 岳君卓心里那个开心啊 曾经的偶像 竟然成了自己的忠实读者 这种感觉 太爽了 那太好了 等出了单行本 我一定要买一套 不 两套 一套用老翻看 一套收藏 刘德华高兴地说完 忽然变得扭捏 那个 岳小姐 你的小说是不是 要拍成电视剧了 你看 我能在里面演个角色吗 岳君卓内心里面的小人 兴奋地放起了烟花 梁朝伟问他要角色 周星驰问他要角色 现在 刘德华也问他要角色 等到二三十年后 影迷们会发现 大征知识中的明星数量 比八三版射雕中 跑龙汤的明星还要多 下午 去拜会金巨巨 他将仙剑系列的手稿交给他 金巨巨看了手稿后 连连叫好 把稿子交给本拙 只等大征知识一完结 就开始连载仙剑 不过在此之前 相应的宣传还是要做的 免得读者看完了大征知识 就不买明报了 错过仙剑的开头 王天林是个行动派 只两天功夫 就拉起了班子 准备拍摄金之玉孽 金之玉孽算是一部群戏 主角配角很多 王导的面子很大 当前许多正当红的演员 全部被他召集到了剧组中 岳君卓看到王天林给他的演员表 择舍不已 如飞 成熟冷艳 霸气无比 当仁不让的 落到了一姐王明泉的身上 莱泽姐因为万水千山总是情 红遍东南亚 名声比赵雅芝都要高 王导最先联系的就是她 莱泽姐看过剧本后 立刻选择了如飞的角色 侯家 玉莹 单纯与心机并存 骄傲与脆弱同在 道是无情却有情 拾母致孝 骨子里是小孩子脾性 简单率真 不够圆滑 执着绝强 爱恨极致 这样矛盾的女子 王天林选择了赵雅芝来扮演 枝姐对这个角色 同样喜欢无比 觉得是一大挑战 董家 耳唇 聪慧温柔有心机 但心力善良又不缺乏果敢 由黄兴秀演绎 黄兴秀是典型的古装美人 扮相秀丽甜美 又不失妩媚娇柔 但局限于古装剧 限制了其发展 八十年代中期就离开了无限 不过她的婚姻却很幸福 苏文尼寡尔家 安倩 为人孝顺 有同情心 负正义感 替宫中弱者出头 世故圆滑老练 深明后宫生存之道 形势循规蹈矩 低调而尽责 心思缜密 头脑灵活 往往能化显为夷 演员陈敏 这个名字 现代人很多不熟悉 但在八十年代 却是港城最著名的女星之一 她的相貌 美丽端庄正派 属一流美女 扮相古今皆宜 非常适合演安倩 其他女配角的选择 全部是美女演员 名字在当时不出名 但放在二三十年后 全部是影迷耳熟能详的名字 比如 陈秀珠 曾华倩 奇美珍等等 男性角色虽然比女性少 但演员各个大排 孔武 生于贫穷 但却不甘贫穷 有洪湖之志 坚毅不拔 虽然本性不坏 有情有义 奈何赌徒性格 冒险进取 为达目的 不惜犯险 有时甚至不择手段 不惜牺牲 以求雄飞高举 青云之上 王导找了黄日华来演 黄日华拍过 王导监制导演的 《八三版射雕》 跟王导很熟悉 而且 如今射雕正在播放 黄日华的名气 水涨船高 观众很买他的照 至于为什么 不找黄荣的扮演者 翁美林来演《金之玉孽》 而是找了男主角 因为翁美林没有时间 他正在与郑少秋 一起拍摄 另一部电视剧 《嘉心人》 孙白杨 后宫女人们的大众情人 这个角色 当仁不让地 落在了 师奶杀手周润发的身上 另一位主要男性角色 常永禄 则落在了 周润发的好搭档 丁丽 吕良伟身上 还有好些未来的明星们 打酱油 他们现阶段 都是无限训练班的学员 拍摄相当于来 学习实践 根本拿不到报酬 比横店大门外的群演 还要廉价 岳小姐 你觉得我选的演员怎么样 王天林虽然是在询问 但脸上满是得意 看来对自己的选择很满意 岳君卓点头 很不错王导 你的眼光我相信 你的拍摄技术我更相信 我就等着看成品了 王天林哈哈大笑 好啊 你就等着瞧好吧 转眼冬月结束 进入了腊月 天气越发冷了起来 李家和温家有了暖和的衣服 这个冬天 过得比以往任何一个冬天都要好 但村子里面其他人家 就过得有点惨了 主要是冷的 不过 由李家借给村民们的粮食 村民暂时解决了肚子的问题 有力气想办法解决冷暖问题 人的能力是无穷的 为了生存 人们在如毛淫血的时代 发现了火种 制作出了简易的工具 学会了耕种 学会了圈养家畜家禽 村子里面不发脑袋灵活的人 他们将干草编成了厚厚的褥子 上面缝上破布挡风 盖在身上 能够挡部分寒风 让人的温度不至于流失过多 保暖效果是棉被的四分之一 李义书失望地从储藏室走出来 神仙还是没有传东西过来 李周乐用力敲了一下他的脑袋 神仙愿意赏赐我们东西 是我们的福气 不愿意给 我们也不能抱怨 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 如何还能再麻烦神仙大人呢 说不定神仙大人正在帮助那些 比我们还需要帮助的人呢 李义书抱着脑袋窜到一边 知道了 姐姐 我再也不说这样的话了 得知我信 不得我命 李周乐文言满意地收回手 听到屋子外面嘈杂的声音 不由疑惑 哎 村子里出了什么事情吗 李义书初溜窜了出去 我去看看 害怕姐姐还要说自己 这孩子先跑了 李周乐好气又好笑地笑了笑 扭伸往屋外走去 少女的身姿还没有完全长成 但已能看出几分 鸟鸟的风姿 李周乐刚刚走出家门没有多久 李义书就带着温子鱼 窜了回来 姐姐 村委的蒋大叔家的房子被风吹塌了 他们没有房子住了 村长要把他们安置到祠堂里去住 李义书道 李周乐大吃一惊 啊 人没有受伤啊 温子鱼道 蒋大鸭被倒塌的土墙砸到了脚 不过不严重 广丹叔说 休息几天就能好了 广丹叔是村里的赤脚大夫 年轻的时候在药铺里面做学徒 虽然当不上正经大夫 但医治一些外伤的小病小痛 还是有两手的 李义书道 幸好蒋大叔家住的是黄泥屋子 屋顶用稻草铺的 没有住在大梁什么的 否则所有人都要被压在下面 蒋大叔一家是桃荒到村子里面的 是满金神那边的亲戚 没有钱建房子 只能借住在满金神家的老房子里 那房子年头久了 又是最差的茅草屋 如今风一大 自然就倒了 李周勒想了想 回家装了一些粮食前往祠堂 祠堂 是整个李氏家族的祠堂 村子里面虽然有几户外姓人家 但大多都是姓李的 李家祠堂也很久没有休憩了 但因为是砖瓦建造的 质量上面比茅草屋强了好几筹 不用担心被吹倒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